在紫禁之前 我其實就開始 很瘋狂地喜歡紫 就是覺得紫就那麼好看 就是這麼簡單的紫 其實你也會發現它 每一張紫其實都有它自己 很不一樣的一個紀錄 它可能被折到了 被揉過了 然後被畫到了 所以它某種程度 對我來講很像是人 我也覺得紫 它是一個很容易去塑形的 在親愛的裡面那個舞台 我跟舞台設計耿爭 討論過很多很多的可能 它給我很多很多 很棒的舞台的模型 但是我最後我覺得 我不想要一個很豪華的舞台 那我說假設這是一張A4的紙 我就拿起來 然後就折了幾個折角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在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折紙的概念 可是又可以表現出一種紙張的柔軟 把這個舞台像是一張紙一樣 立在舞台上 然後讓觀眾看到這些舞者 就像文字一樣 或者是圖畫一樣 把我們要的故事扳演出來 這一路在我自己的創作裡面 我其實都會一直用圖像 去記錄一些感覺 或者是一些意象 它是好像漫畫好了 一格一格一格 在每一格的圖畫過程當中 你到底希望它怎麼樣的 一個流動的方式 那個情感的醞釀度 那個濃烈度怎麼倒過來 然後什麼時候要有一個寂靜 或者是什麼時候 它會爆裂的不得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在圖畫裡面 是看不見的 那必須轉換成舞蹈的時候 你透過時間的堆疊 或者是力度的一種壓縮 那會讓這個作品 變得更有生命力 其實在生活裡面有太多的idea 或是說我在生活裡面 我自己有感覺到 很多生活其實就是戲劇 或者它其實就可以直接反映到 我的舞蹈裡面來 我覺得我一直都 其實不太想要把我的舞弄成是一個 就是我們覺得的舞蹈 我覺得我們只不過是用身體去把 我們想捕捉的一些說話說不出來的 畫畫畫不出來的 或者是甚至於我們都搞不清楚的一些事情 就是用我們的身體去編排出來 比如說在親愛的或是在假裝裡面 我常常把它透過兩個人的一個舞者的身體 拼湊成一個人 對我來講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很陰陽的兩面 或者是很多的過程裡面 他不斷地在撕裂跟縫合自己 所以原來的我也許就像一張紙那麼的單純 那麼的簡單那麼的純淨 可是在這個時間的流動過程當中 他可能被撕過然後再貼起來 或者是折痕過再攤開來 其實那個人的複合體應該是更真實的呈現 人的樣貌 舞蹈最讓人家喜歡會感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舞者的一種 他那種身體的撕裂感 他身體的一種溫度 或者那種身體的一種觸感 他是柔軟的 他是緊繃的 他是害怕的 他是脆弱的 他會撼動你的 那我覺得其實應該講說人活著 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你一定都感受到這些 但是也許我們都沒有勇氣 或者是我們沒有能力去表現這一塊 可是我覺得舞蹈可以